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刚刚公布的2024年诺贝尔生理学会医学奖 这个奖项颁发给了两位科学家 Victor Ambrose和Gary Rufkin 以表彰他们发现了microRNA及其在基因调控中的作用 听起来是有点复杂 我们一步一步来解开这个科学谜题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两位科学家的生平 Victor Ambrose是1953年出生在美国新汉布尔州的汉诺威 在弗蒙特州的一个小型乳牛厂长大 作为八个孩子中的一员 Ambrose从小就培养了坚韧和勤奋的品质 他的父亲是波兰战争难民 这段家族历史或许赋予了他对生命奥秘的深刻兴趣 Ambrose的学术之路属于麻省理工学院 他在那里获得了生物学学士学位 并在1979年取得博士学位 他的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David Baltimore 与此同时 Gary Rufkin 他的科学之路始于加利福尼亚 他1952年出生在伯克利 在那个孕育了无数创新思想的城市长大 Rufkin在哈佛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 在1982年毕业 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命运 在Robert Horvitz的实验室教会 他们作为博士后演员员 共同研究了秀利银杆献虫的发育 在MIT度过了宝贵的博士后时光后 Ambrose和Rufkin分别踏上了独立的研究之路 Ambrose在1985年成为哈佛大学的首席研究员 后来呢在达特茅斯医学院任教多年 现在呢是马赛诸萨大学医学院 Sivman自然科学教授 那Rufkin呢则在1985年成为 麻省总医院和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员 目前呢是担任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的教授 那尽管身处在不同的实验室啊 但这个Ambrose和Rufkin的研究兴趣啊 仍然是紧密相连 他们突破性的发现呢 来自于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的执着的探索 那为什么不同的细胞会发现如此不同的特征呢 这个问题啊 引导他们进入了基因调控的复杂世界 1993年啊 科学界迎来了一个重大的时刻 Ambrose和Rufkin呢 分别在细胞杂志上 发表了两篇画时代的论文 揭示了一种全新的基因调控机制 他们发现了microRNA 这种微小的RNA分子啊 能够精确的调控基因的表达 那这个发现啊 不仅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也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基因调控的理解 随后的研究啊 就更加证实了这个发现的重要性 2000年呢 Rufkin的团队呢 发现了LED7 macroRNA 证明了microRNA在进化上的高度保守性 这就意味着从献虫到人类 microRNA都在发挥着关键的调控作用 Embrose和Rufkin的工作呢 得到了科学界的广泛认可啊 他们共同获得了多个重要奖项 包括2008年的盖尔德纳国际奖和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 2015年啊 Embrose还获得了生命科学突破奖 最终 就是2024年 刚刚他们的努力呢 得到了最高包奖 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所以这两位科学家的故事啊 就要从那条小乳虫说起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在一个科学实验室里 有两位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 只有一毫米长的小乳虫 这种乳虫呢 叫秀丽银杆线虫 它虽然很小 但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Embrose和Rufkin呢 就是通过研究这种小乳虫 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基因调控机制 那什么是基因调控呢 我们看看诺贝尔奖通稿里 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染色体中啊 储存的信息啊 可以比作我们身体 所有细胞的说明书 每个细胞呢 都含有相同的染色体 因此每个细胞都包含 完全相同的基因组 和完全相同的说明 然而啊 不同类型的细胞 比如肌肉细胞和神经细胞 具有非常不同的特征 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 就在基因调控 那允许啊 每个细胞只选择相关的说明 这就确保了 只有正确的基因组合 在每种细胞类型中活跃 那Victor Embrose和Gary Rufkin呢 对不同细胞类型如何发育 非常感兴趣 他们发现了MicroRNA 一类在基因调控中 起关键作用的微小的RNA分子 他们的开创性发现啊 就揭示了一种全新的基因调控原理 这种原理啊 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多细胞生物 至关重要 现在我们知道 人类基因组的变码超过了 一千种的MicroRNA 对他们令人惊讶的发现啊 就揭示了基因调控的一个全新的维度 MicroRNA被证明 对生物体的发育和功能都至关重要 所以本年度 诺贝尔奖聚焦于一种 用细胞用来调控基因活性的 重要调控机制的发现 遗传线线啊 通过一个称为转录的过程 从DNA流向信式RNA 然后呢 流向细胞的蛋白质生产机器 在那里呢 mRNA被翻译 从而根据DNA中存储的遗传指令 来制造蛋白质 那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啊 一些最基本的科学发现 已经解释了这些过程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的器官和组织啊 有许多 不同的细胞类型组成 所有这些细胞中的DNA 都储存着相同的遗传信息 然而 这些不同的细胞表达独特的蛋白质组合 那这是怎么可能呢 答案就在于精确调控基因活性 使得只有正确的基因组合在每一种特定的细胞类型中活跃 这就使得例如肌肉细胞 肠道细胞和不同类型的神经细胞 能够执行他们的专门功能 此外基因活性必须不断的微调 以适应我们身体和环境中不断变化的条件 如果基因调控出错 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疾病 比如说癌症 糖尿病 或者自身免疫疾病 因此 理解基因活性的调控 已经成为几十年来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1960年代 科学家们发现呢 被称为转路因子的特殊蛋白质 可以结合到DNA的特定区域 通过决定产生哪些RNA来控制遗传信息的流动 从那个时候起呢 已经识别出了数千种转路因子 并且长期以来啊 人们认为基因调控的主要原理已经解决 然而啊 在1993年 就是本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 他们发表了意外的发现 描述了一个新的基因调控水平 这种水平啊 被证明具有高度重要性 并在进化过程中得到了保守 所以在1980年代末呢 Victor Ambrose和Gary Rovkin呢 当时是Robert Havits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 那Havits呢 在2002年与City Brenner和John Salton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Havits的实验室呢 他们研究了一种相对不起眼的 一毫米长的修理感线虫 那么尽管体型小呢 修理应感线虫啊 拥有许多在较大更复杂的动物中 也能找到的专门细胞类型 比如神经和肌肉细胞 就使它呢成为 这个研究多细胞生物组织如何发育和成熟的 有用的模型 那么Embrose和Rubkin呢 对控制不同基因程序激活时间的基因感兴趣 他们就是研究这种基因呢 就是确保各种细胞类型在正确的时间发育 他们研究了两种突变株 这个线虫 一个是LINE4 一个是LINE14 这两种线虫啊 在发育过程中 基因程序激活的时间上显示出缺陷 那么获奖者啊 想要识别突变基因并理解它们的功能 那Embrose之前呢 已经证明 LINE4基因呢 似乎是LINE14基因的副条件因子 然而呢 LINE14活性呢 如何被阻断仍然未知 于是呢 Embrose和Rubkin对这些突变体 及其潜在的关系感兴趣 就开始着手解决这些谜题 在完成了博士后研究之后啊 Victor Embrose呢 在他新建立的哈佛大学的实验室呢 分析了LINE4突变体 通过方法论上的基因定位 允许克隆这个基因 并导致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就是LINE4基因呢 产生了一个异常短的RNA分子 缺乏编码蛋白质的密码 所以这些令人惊讶的结果表明啊 来自LINE4的这个小的RNA 负责抑制LINE14 这可能 这是就是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时间线上啊 就Garald Rufkin呢 在他新建立的麻省总医院 和哈佛医院的实验室呢 也在研究LINE14基因的调控 和当时已知的基因调控功能不同 Rufkin呢 证明了LINE4并不是抑制LINE14 MRNA的产生 调控啊 似乎发生在基因表达过程的后期阶段 通过关闭蛋白质生产 实验还揭示了LINE14 MRNA中的对被LINE4抑制必要的片段 所以两位获奖者 比较了他们的发现 结果就导致了一个突破性的发现 短的LINE4序列 与LINE14中的MRNA关键片段中的 互补序列相匹配 于是呢 Embrose和Rufkin进行了进一步的实验 这就表明了 LINE4 macroRNA通过 与它的MRNA中的互补序列结合 来关闭LINE14 阻止LINE14蛋白的产生 那一种由以前未知类型的RNA macroRNA借到的新基因调控原理 就被发现了 这些结果呢 在1993年的细胞杂志上发表了 那当然最初的结果呀 几乎呢 受到这个科学界的这个沉默对待 尽管结果呢 很有趣 但这种不寻常的基因调控机制啊 被认为是C elegans的特殊性 可能和人类和其他更复杂的动物无关 那这种看法在2000年就发生了改变 当时呢 Rufkin的研究小组啊 发表了 他们发现了另外一种 macroRNA 由LINE7基因变码 与LINE4不同 那么LINE7基因呢 在整个动物界高度保守并普遍存在 那这篇文章啊 就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在随后的几年里边啊 数百种不同的macroRNA被识别出来 今天啊 我们知道人类有超过1000个编码不同的 macroRNA的基因 并且呢 macroRNA调控在多细胞生物中是普遍存在的 那除了新的macroRNA的映射外啊 几个研究小组的实验还阐明了macroRNA是如何产生并传递到受控mRNA中的互补目标序列的机制 所以macroRNA的结合导致蛋白质合成的抑制或mRNA的降解 那有意思的是呢 一个单一的macroRNA可以调节许多不同基因的表达 反之 一个单一的基因可以被多个macroRNA调节 从而协调和微调整个基因网络 产生功能性macroRNA的细胞机器呢 也被用来产生植物和动物中的其他的小RNA分子 例如啊 作为保护植物免受病毒感染的一种手段 2006年获得诺贝尔奖的Andrew Zephyr和Craig C. Mello呢 就描述了RNA的干扰 那在这种过程中啊 通过向细胞中添加双链的RNA来使特定的mRNA分子适活 那说到RNA是吧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去年啊 诺贝尔胜理学会医学奖 他们授予了mRNA疫苗的开发者 那么这个mRNA和macroRNA有什么区别呢 在功能上啊 mRNA它携带的是遗传信息 它指导蛋白质的合成 而macroRNA呢来调控基因的表达 那在大小上啊 mRNA通常是很小 而macroRNA呢 就更小更小了 另外呢 就是mRNA呢 可以用于开发疫苗 而macroRNA呢 可能用于疾病诊断和治疗 所以这两项发现啊 都展示了RNA在生物学和医学中的重要性 只是啊 角度不同 所以Embrose和Rovkin的故事呢 就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道理 第一个啊 就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他们最初呢 只是在研究小乳虫的这个发育 且意外的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生物学机制 再一个就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最初啊 很多人认为这个发现可能不重要 但是事实证明 它改变了我们对于基因调控的理解 第三个就是合作和竞争 Embrose和Rovkin呢 他们既是合作者 又是竞争对手 所以他们的这种良性竞争了 也推动了这个领域的快速发展 呃 MicroRNA啊 它的发现呢 给生物学和医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在未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比如基于MicroRNA的新型诊断工具 比如利用MicroRNA来治疗癌症和其他疾病的新方法 以便更深入的了解生物体如何调控基因表达 来适应环境的变化 从一条小蠕虫啊 到改变我们对生命本质理解的这种重大发现啊 Embrose和Rovkin他们的研究旅程啊 就展示了这种科学探索的魅力 他们的工作呢 就不禁揭示了生命的复杂性 也给未来的医学发展啊 开辟了新的道路 这就是2024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讲的故事 他再次提醒我们呢 在科学的世界里面 最小的事物都可能藏着最大的秘密 而保持这种开放的心态和好奇心 可能会带来改变世界的发现 好的 谢谢大家收听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索生命的奥秘 再会 拜拜